他就是号称终极杀神的约翰·维克 可再过半个小时 全世界的杀手都将开始追杀他 因为他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犯的错误 上一集 小卷毛炸了他的家 跑到了和平酒店并放出豪言 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敢在和平酒店里杀他 但很可惜 这句话在约翰面前 没好使 约翰的这一枪开得属实尿性 但却惹来了杀身之祸 杀手工会正式把约翰除名 并发布了1400万的赏击悬赏要约翰的命 一个小时后 任何帮会或是任何组织都不能对约翰提供帮助 否则就是以高作组织为敌 并且全世界的杀手都可以接单 这对于许多小卡拉来说 无疑是单车变摩托的最好时机 约翰来到了图书馆 本想最后看一眼妻子的照片 没想到一个傻他个的杀手提前出现 他是根本不把约翰当人呢 抓住脑瓜子 哭哭哭就是一顿碎 怎么回事啊这是 刚才杀手账号没登录上 约翰急身一锤的下架 大个子鸡飞蛋打 今天就教教你什么是真实的力量 让你不学习 不学习 让你不好好学习 最后大个子让真实的力量活活拍死 约翰一摸肩膀头子 不好刚才那刀扎动脉上了 他赶忙去找医生 但伤口刚缝合一半 时间到了 医生也没招啊 只能放弃手术 约翰凭借多年受伤的经验 自己缝合了伤口 就因为医生为他指明了 哪瓶药是止痛药 临走时 他让约翰给他两枪 否则组织不会放过他 刚出来 约翰就被几个香港小卡拉堵住 无奈之下 约翰使出了失踹已久的小李逼斗 刚解决完香港杀手 一群法国杀手又盯上了他 双方追到了一个马棚 约翰不动刀不动枪 输出全扣马 一拍马屁股 咕吕吕脚丫子 解决完法国杀手 两个英国杀手 骑着屁鱼子开始追他 其中一个小卡拉不止死活 上去就好约翰的西装 约翰回首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敢好我西装 抢过小卡拉手枪 当当就是两枪 另一个小卡拉追来 约翰使出了回首套 又是两枪 小看了后悔追约翰了 此时 杀手高层已经把赏金悬赏令 增加到了一千五百万 这导演是真正的呀 打不过就加钱 约翰自知寡不抵重 他来到了一家歌剧院 亮出了十字架 找毛泽帮的好大姐求助 大姐说你快别扯犊子了 现在但凡敢和你多说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高层追杀 而约翰直接跪在了地上 叫了声妈妈 大姐这才心软 一把烧红的十字架 哭吃就烙在了约翰的后背上 原来约翰是大姐从小收养的孤儿 他这一身本领也是大姐传授的 今天他用十字架 换取了逃出歌坛室的机会 代价是烙上十字架 从此以后双方再无瓜葛 另一边 工会的审判员平平找到了酒店老板 由于老板放了约翰 高层决定 罢免了他和平酒店老板的职务 并且连低保都给取消了 老板不来意了 我们干三十来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就等着退休金和低保呢 你个小鸭子骗子说不让我干就不干啦 接着平平又找到了丐帮帮主大活鸭子 说这把枪还有七八子弹 是当初你提供给约翰的是吧 大活鸭子说 是啊咋的了 还咋的了 高层让我来通知你 你的帮主职位被解雇了 大活鸭子乐了 不是你个小鸭子骗子跟谁俩呢 这里是歌坛市保力区 我不听命任何人和任何组织 爱他妈谁谁 另一边 约翰来到了摩洛哥的和平酒店 找到了这里的老板索菲亚 并掏出了血气 原来索菲亚当年欠约翰一个人情 所以只要他掏出血气 索菲亚就必须还这个人情 而约翰是想让索菲亚 带他去见他的一个老上司 这个老上司现在是杀手工会的高级助理 他想通过老上司的关系 跟杀手高层见面 好解决自己被追杀的问题 老上司说 想见到高层 你必须在沙漠中一直走 直到你走不动时 高层就会出现 不过也有可能不出现 什么意思呀 另一边 审判员平平找到了市中心 开麻辣烫的大光脑袋 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和约翰威克尔五五开的杀手 他要先解决的 就是那些曾帮助过约翰的人 首先是大姐大的毛子帮 干死了大姐大的一堆小弟后 大光脑袋直接费了大姐大的一双手 以示惩戒 之后又来到了盖帮 又干死了大活牙子的一堆小弟 然后来到了天台 大活牙子给了约翰七颗子弹 所以大光脑袋给了他七斗 另一边 索菲亚把约翰送到了沙漠 约翰按下了手印 从此以后两人谁也不欠谁了 但索菲亚挺够意思 给约翰留了最后一口生命的源泉 约翰拎着一口水 踏上了茫茫大漠 等待他的将是命运的审判 他手起刀落 哭吃一刀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然后把结婚戒指交给了高层的领导 以表忠心 约翰在沙漠里走了三天三夜 终于见到了高作组织的领导 领导同意给约翰一个机会 前提是回去杀了酒店的老板 然后发誓永远效忠高作组织 约翰毫不犹豫切下了一根手指 表示了忠心 可刚回到歌坛市 就碰到了大光脑袋的团伙 约翰一个回手套 干死了大光脑袋的一个小弟 然后瞬间消失在人群之中 来到后门又解决了两个小咖拉 骑着摩托车开始往和平酒店跑 大光脑袋带着一帮小咖拉 手持战刀就追上了约翰 解决了几个小咖拉后 约翰一不小心哭插卡飞了出去 而巧的是 正好卡在了和平酒店的门口 大光脑袋正准备开箱干掉约翰 这时酒店前台的小黑走了出来 说你不能在和平酒店杀人 大脑袋说这也没在酒店呢 小黑说你他妈瞎呀 约翰的手已经落在酒店台阶上了 没看着啊 约翰见到了老板 老板知道约翰是来杀自己的 但他确定他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对约翰有救命之恩 他还策反约翰一起对抗高座组织 这时审判员平定走了进来 说你俩研究的怎么样呢 老板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约翰也放弃了杀掉老板 如此戏弄组织的行为 彻底把平平整敌案了 立马打电话给企鹅人 撤销了和平酒店不能杀人的条约 不到三分钟 高桌的武装部队就包围了酒店 老板也带着约翰来到了自己的军火库 约翰这次重装上阵 光子弹就拿了二十来缩子 挑选完武器后 杀神降临人间 但杀了一会儿 约翰就感觉出了不对劲啊 这帮小卡拉的装甲 普通子弹根本打不透 眼看着要吃大亏 约翰跑回了武器库 那什么武器最强呢 十二号口径穿甲钢弹 这回耶稣来了都救不了他们 够能啊 来请音乐重放一下吧 接着约翰是一枪一个 一枪一个 一枪一个 别动别动 别动 一枪一个 解决了所有小卡拉后 大光脑袋出现了 哎呀小逼歹子 约翰追上了二楼 碰到了大光脑袋的两个小弟 两个小弟上去就给约翰一顿罐 一脚丫子拿水晶剥雷干洗碎 又一脚丫子哭吃又碎一块 还一脚丫子又一块碎了 哎呀汉哥要拉了吗 这时另一个小弟走了出来 你休息会儿哥们 看我的 约翰彻底被干击眼了 哪我玩呢在这儿啊 他捡起手枪 照着大脑袋的方向 空旷两枪 一转身 两个小弟又给约翰一顿罐 关键时刻 两个人却没有杀掉约翰 原来他们也是约翰的粉丝 就是喜欢和高手较量一下 约翰说 你俩等我一会儿 小逼带的 约翰抽出了气皮狼的小腰带 几个回合下去 约翰就像抽儿女似的把两个小卡拉抽的嗷嗷瞧叫 突吃一脚丫子 抓住脑瓜篮就开始轮大嘴巴 让你不听话 不听话 不听话 最终两个小卡拉彻底服了 约翰也没有下杀手 放了他们一马 现在就剩下大光脑袋一个人了 两人是多一句废话没有 直接咳了起来 大战三百回合后 很不幸 哭吃一刀 约翰给大光脑袋扎了个吐心凉 另一边 老板接到了审判员平平的电话 找到和谈 老板同意和谈 但必须保留自己在和平酒店的权利和地位 平平同意了 可约翰懵逼了 你俩在这玩呢 但此时已为时已晚 平平亲眼目睹了约翰掉下了万米高楼 可当他走出大楼时 却发现约翰的尸体不见了 他马上回去问老板 约翰的尸体呢 老板说我也不知道啊 而此时的约翰 已经被丐帮帮主大活牙子的小弟给救走了 现在的大活牙子 犹如丧家之犬 正躲在下水道里喝大窑呢 他之所以被寡了气刀 是因为给约翰提供了帮助 所以约翰欠他一个人情 让我问你 约翰 你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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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